欢迎收看今天文谦的世界周报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过美国总统大选 而且可能是这一场大选里头 川普和贺锦丽唯一的辩论 因为川普说他不愿意辩论第二场 还说只有输的人才要辩论第二场 其实很多共和党的人都批评川普 在这场辩论里头失常 共和党第一次意识到 川普可能会落选 而贺锦丽赢得辩论是压倒性的 但是对选举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来看最新的民意调查 有的是在辩论之后 有的在辩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从9月10号到11号 这是辩论之后所做的民调 这个民调是有的Times of London 还有You Governor You Governor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民调机构 在这份民调里头 贺锦丽大赢川普四个百分点 这是赢得很多 在辩论的当天 还有9月8号 连续三天 这是Economist跟U Governor 也就是说在辩论的时刻那一天 还有之前两天 是45对45 两个人是平手的 从9月3号到9月6号 在辩论之前是New York Times 跟Siena College 贺锦丽是输给川普两个百分点 所以辩论前后有差别 但机构可能也有效应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家 也是辩论之后所做出来的民调 9月10号到9月11号 So-called strategies One-point politics 跟Red Eagle politics 共同做出来的民调 贺锦丽赢川普三个百分点 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 完全清共和党的 The New York Post 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里头 贺锦丽也赢川普三个百分点 50%对47% 而在辩论之前 有两家民调 Active Vote 贺锦丽对川普是51% 对49% 另外Morning Consult 贺锦丽是49% 对46% 赢了川普三个百分点 简单而言 贺锦丽因为这场辩论 他的确民调有列为拉高 但是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 因为辩论他得到压倒性的胜利 民调明显的差距大到 超过民调的误差范围 或是超过5%左右 而另外一家 Ipsos跟Reuters 最新的民调证 也是在辩论之后的 9月11号到12号 贺锦丽是领先最多的是 这一家民调 那也是台湾很多媒体报道的 但是我一直劝大家 看整个媒体的报道 不要只有抓眼球 而是看整个普遍的状况 那么在这份民调是差距最大的 就是赢了5个百分点 那这里头有几个议题 你还要细看 谁搞杂辩论反应不敏锐 那当然是川普52% 谁留给人们道德高尚的印象 贺锦丽52% 川普29% 谁看起来表达尊严 贺锦丽56% 川普24% 谁似乎是倾听并理解我担忧的人 贺锦丽49%跟18% 那共和党选民里头 有20% 无分之一表示 川普看起来并没有过往的犀利 所以他真的是搞杂了一场辩论 那共和党呢 这还有维持 也因此我下了一个标题 共和党第一次意识到川普 可能是会落选的 我们再看了一下 Real Clear Politics的追踪民调 川普和贺锦丽 这里头在整个民调趋势图里头 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 就是Barden withdraw 就是Barden退选之后 当时红色的线是川普 蓝色的线是民主党 然后到了Barden退选之后 就一直开始往上扬 然后接着在差不多August 8月的时刻 进入了黄金交叉 接着双方就拉开差距 有一段时间差距很大 可是请注意 在我们最后做到9月13号的时候 辩论的时刻是9月10号 差距最大 然后到了9月13号 差距又缩小 贺锦丽在这份民调里头 只赢了1.5% 这是一个趋势图 也就是说川普在辩论当天的 很糟糕的表现 最终呢 他用了一些重大的政策 去把自己拉回来一点点 所以这场选举呢 某个程度 共产党意识到 他可能会落选 贺锦丽是一个很强的对手 是在这次的辩论之后 再来看几个重要的摇摆州 还是摇摆州定天下 这份摇摆州 我们先来看 在辩论之前的9月6号到9月9号 在这里头川普赢了三个州 贺锦丽赢了三个州 其中宾州是平手的 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 宾州定天下 因为两个人是平手 而且选举人参票宾州最多 川普稳定性的赢了三个州 贺锦丽稳定性的赢了三个州 但是这三个州两个人各赢的票数 都比不上宾州一个州 一旦谁赢了 就可以把其他双方本来各自 可以得到的优势 全部都抵消掉 另外一份民调是 更新到9月12号 由ABC跟BBC News 一起共同合作的 这里头我们来看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辩论之前跟之后 以内华大洲来讲 它有六张选举人谈票 贺锦丽原来是落后一个百分点 现在她反而领先了一个百分点 这个地方有翻转 差了两个百分点 在北卡的部分 贺锦丽原来是赢了一个百分点 现在仍然是赢了一个百分点 并没有因为变了而有所差别 Pansylvania两个人是从平手的 19张选举人谈票里头 贺锦丽赢了一个百分点 如果贺锦丽最后赢的话 就会赢在宾州 不知道贺锦丽现在会不会 后悔她的副手 没有选择宾州的州长 Shapiro 所以使她现在选得这么辛苦 那州长有16张选举人谈票 也被认为可能跟宾州一样 最可能定江山的 她在过去辩论之前 贺锦丽其实输了两个百分点 现在是输一个百分点 她是川普目前为止 在州长赢得优势 另外在Arizona 贺锦丽原来输了一个百分点 现在还是输了一个百分点 在Michigan 贺锦丽原来在辩论前 赢了三个百分点 现在是赢了两个百分点 在威斯康辛是辩论前 赢三个百分点 辩论后赢三个百分点 所以在辩论前后 最重大差距的 其实是Nevada 但是我们看这个民调就要知道说 它都是误差范围之内太小了 所以代表是什么呢 就美国选举现在 仍然是五五坡 宾州定天下 是的 好